由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者自力更生创业协会所主办的 公益公益点亮台湾 第十一届身障者跟受刑人艺术创作大展 于中正纪念堂三楼艺朗展出 共超过百件的作品 作品的类型的涵瓜、水彩、雕刻、油画等等的类型 艺术品的收入还将捐作公益、艺术兼具公益 也欢迎民众前往观赏 由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者自力更生创业协会 主办的公益公益点亮台湾 第十一届身障者与受刑人艺术创作大展 于中正纪念堂登场 跟身人也一起加入 我想其实都一样 艺术创作其实它不 就是不管负面我们本身的身份是什么 职业是什么 其实艺术品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带有一种理念 一种美学 还有一种社会完美的仪器在里面 今年除了身障者与受刑人 还加入环保艺术家与学生 作品相当多元 从水彩、雕刻、油画 各类作品同时展出相当精彩 他们身心障碍者跟 所有伙伴的一些精神 让社会大众人感动 最重要是希望他们的作品将来能卖的出去 有人收藏 那可以持续的往前面发展 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理事长刘天赋积极举办创作大展 不仅是为了鼓励身障者与受刑人从事艺术创作 更希望提供他们一个平台展售作品 其中还有相当知名的疗欲淡彩画家 施雪红也受邀展出 展出的话是受到刘天赋理事长的大爱 让我的心里觉得 一定要再次的出来帮助许多的人 然后每一个人心中的爱埋下来了 就可以散播出去 画家施雪红更将他这一次展出的20幅画 售出收入全数捐作工艺 其他作品的画家同样也会将作品收入部分捐作工艺 让这一场身障者与受刑人艺术创作大展 除了展现艺术多元的可能性之外 更具公益与社会关怀精神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